我们看到这个是在我们的巴黎奥运 拿下了羽球男双金牌的李洋 李洋这是他的最后一务 最后就要退了下来 那他凯旋归国 他说想要选羽协理事长 让选手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那大家帮算了一下时间 最快要到2026年 那这个刚刚其实因为亮哥 他过去曾经也是羽协理事长 那刚刚亮哥刚好 刚结束的时候要离开之前 波基刚好问到这个亮哥的问题 那亮哥说让他选啊 可是波基你觉得不好选很难 不是难不难是说 这种所谓的协会跟选手的关联 过去为什么 比如说为什么亮哥 可以当羽协理事长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他曾经有提委会副主委的资历 他有当过立法委员 他可以去整合资源进入协会 其实协会最重要是什么 找赞助 找政府补助 所以以前的协会 通常都找大老板 大政治人物 为什么 作证 这样我只有人脉可以去募款 可以去干嘛的 那因为你要知道 在林阳佩得金牌之前 谁知道林阳佩是谁 那如果今天你要培育一些 默默无名的这些选手 其实他表现还不错 也有潜质 没有人要愿意投资啊 可是当今天他拿了金牌 我告诉你 代言费什么什么 他跑得很多 对 可是其他选手 其他选手 就好比说像戴之颖 他已经打出名堂了 可是 整个协会不会只在乎戴之颖 只在乎林阳佩 所以我觉得李阳他 今天他去受 讲这一段说 他有意愿去参选这个理事长 我觉得梦涂第一个就是 他看到基层羽球选手的 一些这个叫 这个心酸啦 就说那个十年辛苦无人问 一举得金天下之 那种感受 那他可能就希望说 羽协或者说这些协会 能够给予选手更多帮助 也许这是一环 那另外一个当然 你知道知道 他其实他曾经发生过什么状况 你记得这个上一次 他在东京奥运 他们拿金牌 对啊 回来搞代言 结果呢 土地银行 因为他们是土地银行的系统 所以他们代言 还被 你知道吗 被政府纠正 被纠正 对是被纠正 因为他们是公股行库的 这个员工 所以呢 不可以乱接外面的代言 乱接商业代言 会被这个 会被这个批评攻击 所以我想 很多这些 林林总统 当然我认为他们两个的神经算很大条 抗压性很强 所以再拿一面金牌 可是 下一个林洋配在哪里 下一个戴子影在哪里 我想李洋他一直在强调 他希望能够奉献给这个 所谓的鱼坛 因为他是 他的成功都是因为羽球 我想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回馈 我想这个热忱 我们应该要肯定 可是协会的运作生态 他适不适应 是另外一个回事 这个我没有办法帮他回答 这也许他已经有观察过 他才决定做出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因为 今天有媒体报道 下一次 下一届的这个羽球 理事 羽协理事长的改选 是2026年 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他还有机会去 这个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那个体育协会 除了选手是会员 除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 还有所谓的团体会员 还有什么 就是有很 很复杂 他那个每一个协会都有每个协会不同的这个规章 所以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突团 我相信以他的人员他不会 在整个羽球界不会是他的问题 可是他接下来就是说 你要当一个理事长 你有没有办法去运筹帷幄 筹募资源 我想这个才是接下来他的挑战 那你总不能自己那个金牌奖金通通投下去吧 那也不够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对李扬来讲 但是他把他的路指出来 就是说他希望 这未来除了座狱 他到这个国立体育大学去任教以外 他还有一个宏愿 就是希望能够改善 这个所谓的协会这样的生态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就其实很少有选手愿意跳出来扛这件事情 你看比如说 我们几个热门的运动 其实协会尤其是热门运动的协会 多半都是这个理事长 多半都是政治人物或是大企业家 比如说磅血是这个估重量 蓝血是谢点灵等等的 就其实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他们要去筹募资源基金这些才有办法 所以我是祝福李扬 但是这条路很辛苦 他要有心理准备 然后记得要找亮哥 我补充一下 李扬上次因为有公营行库的身份 就不能去外面带脸 所以收入受到影响 那时候总统不就是蔡英文吗 那行政院不就是赖清德吗 他们两个怎么没有帮忙解决 就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 这个李扬祥选乙协理事长 应该是会水到渠成 为什么 因为我所理解的 各个运动协会都到处找人当理事长 我不管你说 我也被误告好几次 可是我在太忙了 我真的没空 我也不是不愿意帮忙 就像刚才波及兄所讲的 哎呀 那个理事长就是要严门脱坡的啦 然后你说理事长有没有薪水 一也没薪水 二有没有权力也没有特权 就是一个很光荣 哇博及兄理事长你好你好 就这样子而已啊 我就再讲难听一点 就可能哪一天你走了以后 你的瀑布就写说你是某某理事长 就这样一个荣誉词 没有什么任何的好处 可是你要有个热心 那所有的这什么 你什么训练的规定 他们来讲理事长都没在管 你必然去讲 他也没空管 大部分都是些 哪一个什么选手 今天来出赛缺两百万 这个理事长你帮我们想办法 那我就打着 黄董事长 谢董事长 麻烦你们各调度五十万好不好 我带选手来拜访你啊 都干这种角色的 或者自己 他们来大部分都自己来套腰包啦 我认识一个举重协会理事长 他当然很久 举重协会不就拿奖牌吗 他愁眉哭的 我讲他当了十年的理事长 培养了几个奥运金牌 我们举重成长过奥运金牌吗 我讲的是张曹果 他说我卖了一块地 在当了理事长 我说哇你这个牺牲很大 他都没办法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他就是举重选手 所以他觉得 他想要照顾后进 所以李洋就有这种心情 我就是很好的 你选手以后自己来当理事长 然后可能你知名度高 你去拜访一些企业大概都会买单 或者说你本身的人脉如果很广的话 更多会买单 实际上我知道现任的乙协理事长 也是个人脉很广的人 但是管理乙协平常经常讲 或管理各运动协会 几乎都不是理事长自己才管 他们都会弄什么 一个秘书长或者这些什么东西 而且这些也通常都是 以前在体育署现在在体委会 大概是他们建议的人选 大体上都是这样子 所以生下的理事都是 千惠麻烦你当理事 一年捐30万 然后杨敏秀你当常务理事 一年捐50万 三年就好 都是这样干 然后我当理事长 我一年就100万 大概就是这样的错 然后过不过还是不过啊 对不对 现在奥运金牌要买些什么东西 所以要找蔡姻门蔡董 你有没有去 都是要干这种事 所以我觉得李扬做这个事 我们应该给他鼓励 也给他支持 尝试一下 让这个真的有经过这个过程的运动员 来担任理事长 说不定会更有号召力 的确谢谢李扬 我注意到 但是也不要去骂人家企业界来当 对他们来讲不需要这个头衔 但是有时候为了社会义务嘛 好那对李扬来说 他想选雨协理事长 真的是跳火坑 那周玉扣呢 po文他说 台湾大部分几乎可以说是 全部的运动协会 数十年近半世纪以来 党国掩护下掌握资源 我行我素 私相授受 民各立三头 黑板两道穿梭 阻挠各种运动项目公平 正常进步发展 陈和已久 各界图乎无奈 束手无策的现象 早已是体育界的独流 拥有行政权的教育部行政院 与赖清德总统等政治人物 听到李扬和李扬门的心声了吗 把持各运动协会 世卫素餐 吃干妈净 银丝牟利 打压一己的相关首脑们 听到两届奥运金牌得主的 这般心悦 能不自省检讨 汉言惭愧吗 好那当然很多人看到就说 可是这个是骂到 这是在凑蔡英文吗 好那说到这我就忍不住了 还是忍不住看这个看扣扣节 好他之前呢对于蔡英文 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吧 在今年5月份呢 因为蔡英文卸任嘛 那他说这是8年来跟蔡英文合照 他最珍藏的一张照片 在蔡英文呢抱着他的狗狗 好在关底 那他感觉就是周玉寇觉得他非常珍藏 珍惜的一张照片 可是这在2024年5月 可是事实上在11年前呢 当时时宜是媒体翻出来 周玉寇受访时候的画面 那么当时周玉寇呢 是把蔡英文很K一顿 好认为他自大 他是国民党特权阶级环境长大 还说用了就丢翻脸无情 就是蔡英文的特长 好不管如何 那这次顺带一提 但是回过头来 这个周玉寇也在讲说 那赖清德听到了吗 那是不是就像周玉寇讲的 李扬也是踢爆了 台湾运动协会多年累积的 沉河之害 宾哥 台湾这个东西有踢爆吗 这个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 摆在眼前 对啊 这个台湾体育界一直就发生这样子 我们的体育选手 台湾体育选手为什么这么辛苦 就是因为基本上都是自身自命 大家都是放牛吃草 除非你自己打出了什么成绩来 大家就突然来跑来蹭你 在你没有成绩出现之前 就是真的是十年寒窗无人问 就没有人会知道 不过 其实这也不算是很离谱的事情 为什么 其实外国人其实也差不多 美国甚至国家是根本不补助这些东西 他们都是有个私人企业战略 他们连体育部都没有 他们就 他们体育没有专责部门管理 他们是自己任由各大企业自己去弄 然后你自己想办法去找赞助 那当然因为美国他们已经形成这样一个文化 所以人家可以这样做 可是在台湾你要这样做是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台湾其实不是一个体育风气很盛行的地方 我讲实在话 所以我们台湾人每一次就是每四年奥运就来行一次 大家来蹭一下 蹭完之后 就各自回去看电视看电视上班的上班 大家就忘记这件事了 所以今天Core姐我的老长官你骂骂得很好 但是问题是我跟你保证不会有任何改变 绝对不会有任何改变 李洋为什么想要出来选宇球理事长 其实还不是一样被蔡英文气到 蔡英文当年不是跟他保证说要弄宇球中心吗 结果呢 结果等他自己都卸任了 还不知道在哪里 不就是这样吗 然后蔡英文保证还不止这个 之前还要弄足球场 那请问一下足球场在哪里 未来会不会有 我都不知道 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必须讲 政治人物当然常会画大饼 常会讲一些他自己永远兑现不了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我们必须平心静气的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到底有没有需要做这些事情 你说羽球当然台湾发展还不错 所以弄个羽球中心什么 我相信大家愿意接受 而且他是有成效 可是我反过来讲足球 我们到底比如说我们盖一个足球场听说已经要弄四十几亿 那请问一下我们弄了之后 他到底有没有办法发挥他的效益 那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说 你要先有球场啊先有球场才能够发挥效益啊 可是问题来了我们真的有心去推广这项运动吗 那台湾又有多少人热爱这项运动 这些都是问题 昨天我在做直播的时候还有网友问我说我们台湾是不是有一天可以办奥运 我又跟他讲 基本上第一个不可能为什么 因为奥运根本不会给你办 这是第一个这是国际现实 第二个 你办奥运你准备亏多少钱 现在最便宜哦最近这20年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都要花80亿美金 那回收不知道 大部分绝大多数都是亏钱 那台湾要亏这个钱能亏得起吗 然后我们的建设赶得上吗 这些都是问题 我觉得 当然 现在还是奥运的最后关头我们还有夺牌的机会 大家当然看了还是很兴奋 可是我觉得大家平心俱续想一想 台湾人真的有这么热爱体育吗 我老实说如果台湾人真的是这么热爱体育 你觉得这些政策会 延荡这么多年没有进展吗 那是因为我们民众平常根本也不关心这件事吗 不就是这样子吗 那政治无明知道你不关心吗 所以我在你在嗨的时候我讲几句话讲完就忘了 大家都忘了 等到四年之后再来一次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推展体育活动 真的有心想要协助这些体育选手 那就请你从现在开始 每天都很关心这件事 那慢慢慢慢 越来越多人关心之后 政治人物才会关心 这些东西才会真的动作 如果大家都不关心 那我跟你保证这些东西永远不会沉 李洋也可以省了这个心 林洋配 得金牌 在第一时间 我们看到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 也跟这个 王麒麟通话 他打电话 他自己在这个 脆上面留言说 打电话恭喜台北选手 王麒麟 问他心情如何 那回答他 开心到睡不着 然后问他说 现在其实在海巡 王麒麟说 对 那这个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 就被攻击说 怎么可以说是台北选手 是在自我矮化吗 那当然蒋万安有澄清 他说他在很多场合 公开场合都说中华队 台湾之光台北是骄傲 为什么讲台北选手 很单纯 王麒麟 就是涉及在台北市的选手 所以他请外界不要断章取义 政治操作 那 同时台北市府也回应了 他说 台北选手 高雄选手 台南 都说过 陈其脉今年7月也说 高雄选手 賴清德2016 也说 台南选手 所以台北市政府说 请外界 不要双标 所以真的是 拜托好不好 可不可以停一下 不要什么都政治操作 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 针对这件事情 这个王定宇有说话 他是帮忙缓夹的 他说如果有选手是台北市民 他如此称呼 OK的啦 他说这没有关系 不用事事向上在国内找不同意见 也不用觉得不同政党 一定站在对立面 那本来我觉得 王定宇这回转性了 后来想说 没有啦 因为你们自己人 陈其脉 賴清德 也这样说过 博吉 首先第1个你先看 他那个发文后面台北选手后面at 王麒麟 他是针对王麒麟来的 他后面是王麒麟的那个账号 所以 今天如果今天他讲 李扬是台北选手 不好意思 讲话安失言 李扬 不好意思他是在金门 而且他在基隆 求学 你怎么样都不能扯到台北 扯上台北人 对 可是呢 王麒麟 就土生土长台北人 台北长大求学 然后在台北工作 所以 毫无疑问 那 当然这个事情 你说彻翼去打没关系 但你 民进党的公子人员 当然我肯定一下 王定宇委员还搞清楚状况 今天 这个台北选手 如果今天一个台北市长 对自己的市民 去说 你们辛苦了怎么样 你还要去 去 质疑 挑毛病 对 重点在于 你注意 讲话安 他今天 他这一次因为林洋沛得奖 他讲了什么 他要盖一个羽球馆 国际等级的羽球馆 好 我们又等着看 蒋万安现在是他这个 第一任期的第2年了 我们看他如果有办法连任 有没有办法在卸任前 至少 发包出去吧 对 因为他开支票了 对 这是支票嘛 那我们就来讲 刚刚这个兵哥讲了 蔡英文 那个基隆高中的羽球中心 青少年羽球中心 他是2021年9月24号 到 那个 20几号到这个基隆高中 就是去蹭林洋沛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李洋是基隆高中毕业的 而他去看 那时候重新有谁 有基隆市长林又昌 有基隆立委 蔡世盈 那这两位呢 他就 蔡英文他原句是说 他听完简报 就说 哎呀 这个老师 郑老师 这个教练 用心 真的是让人动容 他对台湾羽球 无私贡献付出 造就这么多优秀的羽球国手 指示教育部 后来发现不行 拿出来嘛 也OK啊 讲清楚 还是因为2022年 林又昌输了 就是那个蔡世盈输了 民进党没有执政了 所以基隆的建设 这就没啦 通通都丢掉了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地盘了嘛 所以这跟这一次这个 林洋沛再拿金牌 然后蔡英文在脸书 没有出来蹭 有没有关系啊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 我必须讲 政治人物要趁体育选手的 你开出来的资票 通通给我做到 比如说 有蛮多人 对这个现在 民进党有些这个政治人物很 很讨厌 但是 有一个人他至少 比如说像那个蔡其昌 他去当中职的会长 对 他某种程度上有求必应 今天外面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他是会正面回应的 所以球迷的心中 蔡其昌是好的会长 他不见得 你知道他当立委那个是政治的这个评价 但是在 这个体育圈他有没有贡献 有的 所以 当你今天要去蹭 你就要做出时机 你要有成绩 你不要这个动不动 就是 就是在那边 这个 人家得了奖了 蹭一下 颁个奖 接见 然后呢 游行 我帮你炫耀 帮你加分完 然后把人家丢到一边 好 同样的 同样 所以我说同样的标准 蒋万安今天讲了 台北要盖一个这个雨球馆 我们就来一起 从下开始就要大家一起监督 蒋万安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 连任都不让他连任 他那个2026要连任的时候 直接问他雨球馆进度 议员就是要这样问他 他就报告说 我们报告已经到什么程度什么程度了 如果让我连任我一定让他开工 如果今天 这样做就对了嘛 对不对 不要像蔡英文 卸任拍拍屁股 出写真集 然后呢 这个 林洋沛 管我屁事 不要做这种总统 赖金德要引以为戒 他现在的脸书跟IG 每天在蹭这些选手 要小心 那 当然 我还是要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 彻翼 像这个打讲万是彻翼的行为 正规军不要轻易上车 像 最近 你知道他们彻翼搞什么鬼吗 什么鬼 王麒麟 今年3月 他在他的IG 出了一张 他是 一个帽T 他的外套 上面有K P 两个字母 然后他们就说 这是科粉 可恶 烦死了 开始出征王麒麟 莫名其妙 人家什么都没有讲 只是因为衣服上面有KP 两个字母 就去修理人家 我说 这种彻翼的素质真的是低落到不行 就算人家挺柯文哲又怎样 对 就算人家挺柯文哲又怎样 但是你是只是用他的穿着打扮 人家一样 为中华民国拿下这个金牌 对不对 所以 今天 政治立场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们的素质水准 到什么程度 我想这个 还是提醒各位政治人物 趁运动选手 不要太过分 否则回力标打下来很难看 你说 到什么程度 从蒋湾到卢秀燕 我们知道这个是杨永伟 杨永伟 也是凯旋归国 那卢秀燕去接机 所以给他一个 大拥抱 来喽 就在翠上面 一堆这样的言论 卢秀燕停止 骚扰选手的身体 很多人说不舒服 那当然我们这个团队的小编妹妹看了就说 滑翠这个滑下去真的是会高血压好不好 因为下面的一堆网友通通都在说 卢秀燕根本是 全是性骚 有完没完 委员 要理这些垃圾人讲的垃圾话吗 我根本懒得理 这种东西的这种没有刚才那杨明兄讲的 他是很客气很君子 这个水准素质 我说根本是垃圾 对不对 不用理这些人 因为 毕竟 卢秀燕的 年纪跟那个就是一个 妈妈对儿女的那种态度 对不对 年轻人 妈妈抱抱 这个年轻的孩子给那个鼓励 就什么叫全市性骚扰 对不对 无聊 这是无聊透顶 所以 我认为就是说 根本不用理会这些 这些垃圾 酸民 垃圾网民 这些人没事干 一辈子也弄不出名堂 只会在那边 键盘上面哩哩哩哩 对不对 理他没完没了 走自己的路 做自己的事 比如说 这个 蒋娃娃其实也不用去回应什么 最美的英文老师 这个也不必 因为美是个人看法不一样 我看过很多英文老师很美 我觉得比他美很多 他也谈不到最美 这都可以 不必去理会这些人 理会只是 让你觉得 这个很厌弃 干嘛要理会这种人 对不对 因为他也没有说他哪里最美 是宇宙最美 还是台北最美 还是 深坑最美 不知道 对不对 他只是挂一个什么 最美的英文老师 就在那边骂你 讲万安 你就把他当作 好了 可以了 你就这样子而已 讲万要干嘛去回应他 不用去回应他 台北选手有什么呀 他如果住在 住在那个 那个大同区 我说他大同区选手是不对 谁说不对啊 纳闷啊 或者他住在 大同的什么 什么敦化黎 敦化黎选手是不对 对 很好笑嘛 对不对 他在讲台湾选手啊 对不对 不能讲中华台北选手是不是 就这个意思 有病 对不对 这个 把一个开开心心的事 弄得乌烟脏去 就像 人家在办个喜酒 跑了一个 喝了烂酒 烂醉的人 在那边闹事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根本不用去理会这些人 就讲 被人瞧不起的人 对不对 他实际上来 蹭讲万安而已 好 因为就觉得说 这东西 你还在什么都要给我这个 无限上纲 到政治 都搞政治操作 动动都指挥意识形态 那你放的正式 你正式做到了什么程度呢 来看到这个是 胡姓调课 终于 在今天人接回来了 那是陈玉珍去接的 那这个是 其实昨天陈玉珍在我们的节目 今晚聊点有用的 就透露了 他说 这个过程当中 有好多的跌宕起伏 他曾经觉得很沮丧 觉得两岸关系很差 后来有一段时间 重新恢复联络 感触良多 那他说 大陆跟民进党之间互信不足 很多事情就不容易谈成 当然 大家都有互相站在对方角度思考 他们在中间做一些累积善意的功夫 但陈玉珍有说 其实这个案子 原本很容易谈成 可以更早解决 本来是说有可能在6月份 是不是 有可能在6月份 就差不多会落幕 结果为什么拖到昨天 拖到今天8月7号 他说 是当入封退让 提出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已经很高阶的官员也同意了 但 更高阶的官员 竟然 无法同意 好啦 但不管怎么说 他说这个事情到现在也圆满落幕了啦 可是呢这个 你就会觉得你看了很无奈啦 兵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一卡再卡不同意 所以这卡来卡去 还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吗 对等尊严 是 这个是很重要 陈玉珍 其实讲的超明 很高阶的官员你就不同意 但更高阶的不同意 那就是谁 那个更高阶不就是赖清德吗 我不知道 那一定就是他不然还有谁 对啊 因为 总统负责 这些两岸啊外交啊这些东西嘛 那 我们 对两岸这边高阶的官员就是陆委会 那陆委会已经同意了 对啊陆委会再上去就是总统 就这样子 所以 所以就是赖清德不同意 一定是赖清德认为有一些地方不符合他对等尊严的标准 可是问题是 我们到底在讲究什么样的对等尊严 就好像最近 你们刚刚讲的 你讲个台北选手一堆人就要去出征了 对 讲个我是中国 两岸中国人的光之光也要出征 然后讲中华队也要被出征 那请问一下 到底 到底你们在讲究什么样的尊严 事实就是 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 事实就是奥运我们的会集叫做中华台北 这就是摆在眼前的现实啊 那事实就是 两岸之间 如果你 你没有一个基本的这样互相谅解的话 那什么事情就是谈不成 那你到底要什么样的对等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趣味 所以 其实对民进党来说 他为我们正常人的想法是我们的人 在对岸 那正常人唯一的想法就是 管他什么条件 反正 能够把人救回来是第一药物 可是对很多人的想法不是这样 就是我宁愿让那个人待在那边 很夸张 你看他本来6月就可以搞定 又多多多拖了两个月 是啊 他他回来我这次没有量体重我不知道 因为到6月多 我觉得6月多7月的时候 他当时已经胖了8公斤了 他回来不知道有没有胖到10公斤以上 我不晓得 那所以 其实重点不是胖瘦的问题 而是 你要知道一个人 他在异乡 然后被一直在 对 一个人被软禁在那个地方 那心里头是非常忐忑 你知道有的那种精神状况不佳的人 搞不好都会忧郁症 阿扁 阿扁这种人 去关一关关一关 为什么会出现那些状况 其实一个 本来非常自得意满的人 突然之间被 深入牢笼 那个心情的压抑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这对这个人当然是一个折磨 可是就是有人我们的高阶高高阶人 不在意这件事情 要的就是所谓的对的 那我老实讲啦 现在他们 这个人回来了 他们 民进党这边又可以宣传 你看我们又绕过九二共识 话多他们在说啦 你看我们 就是连续两次证明给你看啦 没有九二共识我们一样谈诚啦 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对不对 他们的宣传的方向一定是这个 可是问题就是 我们难道永远只能靠一个陈玉珍吗 那如果万一陈玉珍哪天 比如说他去当县长了 或去当其他职位那怎么办 那我可能还是靠陈玉珍吧 我不知道民党现在 你不可能永远靠他嘛 而且我说真的 老共也是在看 如果每一次我跟你谈了之后 你回来又开始在做这种大内宣 你觉得老共还会 还会继续在这样做吗 所以我之前就讲我认为8月7号 这个 胡姓吊克是会回来 可是 大进版88号恐怕就很难说 因为他们会一直做这方面的宣传 这就是我们最讨厌的地方 所以这些人就是 两岸之间合不合谐或是 我们的这些民众会不会有安危上的问题 他们从来不在意 他们在意的只是他们自己对内的宣传 只是在意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 那如果两岸之间 这种状况没有办法获得解决的话 那我只能说 未来两岸之间还是充满忐忑 因为 好就算大进版88号也回来 请问一下接下我们的渔民到底能不能捕鱼 到底能去哪里捕鱼 到底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完全不知道 因为你跟对外没有任何沟通管道 对 你都要等事情发生了之后再用 磋商的方式再要慢慢慢慢彼此互相理解 这样子对我们整个 居民的生活包括金门的居民包括渔民来说 都会遭受到非常大的困扰 那问题是 他们就是不在意 这个就是我觉得 两岸之间会越来越糟糕的一个趋势 这是大概是没有办法解决 最后一点时间我讲一下 因为昨天进行这个事宪案的延迟辩论 宪法法庭在三个月之内会宣判 那我说其实是不是明天就可以宣判了 因为大法官早有新政嘛 你其实从昨天的这个延迟辩论 就可以 看得出来 包括里面提到了詹森林大法官 他特别提到说 要不要这个 立法院 我完整讲 也就是说 立法院删掉总统国庆报告规定 也请总统履行承诺 以及义务到立院报告 双方 希望这个大法官不要介入 却又如此激烈争执 那么是否双方也要冷静一下 也就是说 是不是 要跟这个立院跟总统和解 好那么另外呢 尤博祥也说 总统权力并非来自立法院 然后以及呢 包括了这个 还有大法官 黄昭元说 不是反对立院有调查权 但对于国会调查权程序 范围要有明确规范 不能为调查而调查 最大争议是查必案 是不是立法院的职权 这个部分林卓祥也在透骂说 不是立法院职权 立法院有监督之责啊 杨明 这就是 先射箭再画法的大法官们 他们已经有一些都已经预设立场 其实我必须要肯定一下 詹森林大法官 他当然 我觉得他就是你知道看到 自己卷入即将卷入一场政治风暴 他在试图 看看有没有 不要让大法官做裁决的可能 你们自己和解吧 因为以后 以后他一辈子就臭了 可是他搞得像民事调解 真的 我跟他傻眼 老实说 什么叫和解 就这个事件的和解 就是民进党不要提示线 民进党现在全部撤回事线就没事了 这就是和解 你说对在野党 在野党可以接受的是什么 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些条文 大家觉得有疑虑 我们再来谈 再谈修法 对不对 可是 现在这个阶段有可能进入到这个吗 不可能 所以当然我觉得那个大法官 詹森林大法官他可能有点 天真 他就也许他就是 觉得 事情何必搞到现在这个样子呢 但是 昨天那个整个现场 你大概已经看出几位大法官 他们新政已经 已成了 那既然新政已成 我觉得就等着看 到时候他怎么去宣判这个违宪 但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像邮不祥的大法官说 总统有没有义务这件事情 有义务去 立法院报告是赖清德 自己说的 不是别人说的 我要推荐给大家 一项新产品 是我 非常喜欢的 在最近中天 推出的新品牌 如会保湿 舒缓凝胶 他擦了之后呢 除了可以缓解 日晒之后的不适 最重要是可以作为 日常的肌肤保养 所以你只要看完 接下来影片之后 你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如会保湿 舒缓凝胶它的功能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 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